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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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只允许马航一间航空公司每个星期各移探从吉隆坡飞往古境 以及吉隆坡飞往美里的航班 航班需求增加后 其他航空公司包括亚航、马应航空等 也开始每个星期移探从吉隆坡往返古境 马航则增加到每个星期三次 同时 从6月开始 各个航空公司可以从雅比、新商、槟城以及哥达巴鲁 飞来沙老叶 库航以及亚航也将新加坡往往沙老叶列入航线内 警方昨晚突击美里布入区一个住家 期货总值约9万令吉的毒品 并扣查一名男子进行调查 与关毒品包括800克的冰毒以及1239克的五载摇头丸 根据警方的调查发现 今年35岁的嫌犯曾经在青筒商业中心经营电器行 但之后却倒闭了 嫌犯也有三项涉及毒品案的前科 利用快递运毒供应到本地以及文莱的市场 在事发的时候 警队破门而入 嫌犯正在房间包装毒品 警方也扣查了嫌犯的两辆车 最后来跟进沙老叶的疫情进展 沙老叶今天没有新的确诊病例 同时 今天有一个人痊愈出院 另外还有16个人在医院接受治疗 今天共有54宗新增的调查病例 3宗还在等待化验报告 根据沙老叶灾难管理委员会发出的文告 截至目前为止 累积冠病确诊病例达到571中 累积痊愈出院的人数则保持538人 或相等于94.22% 此外 沙老叶至今有3个环区 包括施屋 古静 以及明都鲁 绿区有37个 沙老叶目前只剩下两个活跃的感染群 也就是基督弄感染群 以及建筑工地的感染群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祝大家平安喜乐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